作为北京冬奥会唯一新建冰上竞赛场馆 国家速华馆冰丝带建设有何新意 11月4号 记者对场馆进行了探访 国家速华馆采用双曲面马鞍型单层锁网结构污面设计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型锁网污面体育馆 国家速华馆公司设计总负责人郑芳介绍 国家速华馆采用这种设计能极大的节约材料 用钢量仅为传统污面的四分之一 郑芳所在的速华馆建设团队把这张锁网称为天幕 为了实现一个更紧凑的容积 所以有一个弯曲的屋顶 那么这个弯曲的屋顶的形状呢 它刚好是我们钢锁结构受力最有效的形状 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单层双向正交锁网结构 然后这样一个呢非常轻的一个结构 然后来节省钢结构的用量 我们冰丝带实际建造里面 然后使用的钢锁大概屋顶上每一平方米 然后只有27公斤左右 为营造出轻盈飘逸的丝带效果 国家速华馆外里面由3360块曲面玻璃单元拼装而成 这种冰丝带状曲面玻璃幕墙 其设计灵感来自冰雪运动与速度的结合 弹旋的冰丝带象征着速度滑冰运动员高速滑进时冰刀留下的轨迹 22条冰丝带则代表在2022年举办北京冬奥会 中华会的时候 然后能够提供一个充满阳光的一个观众休息厅 然后我们内部有一个有冰场的冰箱 然后环绕这个冰箱有一个透明的温暖的充满阳光的大厅 然后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内外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对比 当然这个冰丝带木墙 它一方面集中了我们弯曲玻璃 22条丝带的玻璃管 然后这小半径弯曲 然后这个集成了我们现在建筑里面 使用的这些就是木墙和玻璃工艺的最高水准 国家速滑馆采用全冰面设计 冰面面积约1.2万平方米 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冰面 正方表示 国家速滑馆之所以采用全冰面设计 目的就是考虑赛后利用 为适应多种需求的群众性健身 提供硬件支持 这样一个场地呢 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来做 可以全部用冰覆盖的这样一个场地 它可以分成五个不同的单元 然后有我们冬奥会比赛的这个 就是大道速滑道 然后内部的训练道 然后还有中间的两个标准冰场的单元 和一个连接单元 赛后提供了所有冰上项目的运动 使用的机会 也有小朋友们可以到 可以在这个冰上做大道短道 冰湖冰球 花滑 所有这些冰上项目的学习和训练 然后当然运动员也可以做世界级的比赛 国家速滑馆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标志请场馆 冬奥时将承担速度滑冰比赛 在此将诞生14款金牌 我们下午前的温暖和训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